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点06分 我是POP最正典的最正典代班主持人阿尔姐 好 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部纪录片 那邀请到的是一个导演在我的身边 我就发现导演在我那天看到他跟今天看到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那天他面对镜头要讲话的时候 我就 哎 阿尔真害羞了 就住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就想我就是一个和善的人 他就觉得可以侃侃而谈了 这是我的解释 但我也觉得不用面对镜头仿佛他也看起来比较轻松了 好 为各位来介绍最近有一部纪录片 非常值得大家去观赏 全省有28个电影院都有上映 花莲台东都有 那这部电影纪录片其实有两位导演 一位是陈志安 另外一位是谢兴志 在现场的就是帅哥谢兴志导演 导演好 阿尔姐好 大家好 有没有觉得面对镜头跟面对广播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其实因为我们是拍纪录片 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喜欢躲在摄影机后面来观察 所以突然被推到目前的时候其实还蛮紧张的 我那天看到你跟志安两个人在讲这部纪录片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到说你要让志安多讲一些 因为志安确实是前辈 也花了很多的心力在做这件事情 他做过的很多的作品 但这个应该是他花最多心思去做 那我相信志安会选择到谢导演跟他一起合作 一定有独到的眼光跟道理 为什么 其实我们一起合作大概快十年了 快十年了 老朋友了 说什么一个眼神就知道了 对 而且因为为什么会合作这么久 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对人物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很一致的好奇心 是 好奇心 好奇心是拍纪录片最核心的价值 是 我们对他为什么会这样感到很好奇 然后我们就想多理解他 那我们才会有这部片的产生嘛 所以我们也要打开一下好奇心 各位朋友在Apple上如果你有任何好奇想问 如常这部纪录片的任何的想法看法都欢迎你可以留话给我们 导演马上可以看 马上可以回应 那这部纪录片其实是有一群默默无名的朋友们 在被遗忘的台东角落里面 传递了最真实的温暖给一些独居的老人 失青的青少年朋友 或者是罹患癌症的职工朋友 还有一些受困在生命当中被困住还在搏斗的朋友 他们要的是一个希望 所以如常这部纪录片 在那天我看适应会的时候看到了许多嘉宾 其中我看到了马英九前总统 然后还有看到了张善政 那这里面还有很多 就是不是明星了 因为里面都是素人 那我特别讲到马英九就是 这部纪录片其实还跟他有一点点关系 他一起在画面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先请我们的谢导演来告诉大家 其实因为我们里面其中有一个人物 一个小女生 他在国中的时候就拿过那个马总统 从马总统的手上借过那个总统教育奖 对然后只是一个姻缘 他出现这样画面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可以邀请马总统来 再喂那个小女神 他现在已经大学了 大学了 台大哦 台湾大学哦 可以再帮他在画面上再搬一次讲 在搬一次讲 有时候姻缘就是这样子 你不知道多少年前埋下那个种子 多少年之后又再重逢了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讲到这个女孩 我们就直接跟导演来聊到这个孩子 她的名字就下了微跳 叫做晋天 晋不晋 天天的天 明明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叫做晋天 然后我在纪录片当中 我以为我看错了 因为她太多讲状了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名字跟人应该是不同的人 所以纪录片就是很直接的 呈现得出她家里的环境 跟那个灰熊阿伯 跟她的那个互动的关系 我相信你的镜头里面 去看到这个孩子的成长的毅力 和她跟这个志工 回熊阿伯 她的那个互动的感情 我真的想你躲在镜头后面 你没有颤抖吗 你没有鼻酸流鼻涕吗 其实很多啦 太多这样的时刻了 所以像我们在拍的时候 尤其是我啦 当我觉得我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 我手就会稍微离开摄影机 手离开摄影机 对啊 我就是让她安静的记录 但是我的情绪稍会退一步这样子 对对对 不然有时候我常常因为我太激动 有时候会撞到她 或什么的 对因为他们的房子都很小 很小对对对对对 如常其实这部纪录片 非常需要大家用平常的心情去看待 那份平常的心情就是我们台湾人 独有的那种和善 那我觉得有很多的理解是 你可能要身在其中 或者是你要有听过聊过 你才能理解 否则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就读书就好了有什么了不起 随便每个学校每一学期都嘛 有一个什么市长奖县长奖 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他还真的就蛮特别的 对因为像他小学的时候 他爸爸那时候已经快80岁了 他爸爸是老农民 所以为什么是敬天 就是反映了爸爸的愿望嘛 他希望有人传终接待嘛 结果是一个女生嘛 这一步可以贴重啊 你80岁要贴重啊 哦很困难耶 对然后其实家里的状况是 因为又是娶一个中国的妈妈嘛 所以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 是稍微的辛苦一点点 然后爸爸又很快在他小学的时候 身体状况很差了 所以那时候灰熊师兄过去看的时候 他们米缸都已经见底了 然后他爸爸在房间里面躺着 没办法起来 然后旁边只挂了两个氧气瓶 所以灰熊一看非常不舍 小孩子都可能一两天 都在肚子饿当中 没有吃饭了 赶快先去买米 先把他们喂饱来 然后赶快后面的医疗应该怎么处理 怎么做 先让他们急难可以过 然后妈妈因为爸爸过世以后 整个忧郁了快十年 走不出来 所以师兄就陪着他十年这样 每周陪他聊聊天 有人一直在探望 不然他妈妈连房间都不愿意出来 所以小孩子都看到 看在旁边 他知道有人这样关心陪着的时候 其实那个情感是很深很深的 有些时候我们在都市里面 爸爸妈妈每天叮咛你还要啰嗦 因为现在放暑假 宝贝一起来吃早餐啦 妈妈出门去了 中午的午餐在冰箱里 热一下就可以了 宝贝等我回来 晚上妈妈跟爸爸带你去哪里吃饭 这些在花东地区 他们是觉得天龙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因为刚刚 谢星之导演告诉我们的这个画面 其实在我纪录片里头 其实是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纪录片难的地方 如常这部纪录片花了多久的时间拍摄的 我们前后拍了一年半 然后大概每两个月去待个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然后持续的记录 然后拍完以后又花了半年在剪接 因为我们拍了七千分钟 七千分钟 这些事情大掉了 你要取舍哪一段半杯吗 我们就是一段一段都把它组织起来 然后一段一段看怎么摆会比较好 所以那非常花时间 就是细功夫啦 但是这过程非常棒嘛 这个其实就是台湾很了不起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你学导演的 你不去拍一个卖座的 然后卖钱的电影 拍这个纪录片是会好业的吗 不 现在要做 爱 做的有效果吗 但不啊 没有啦 不敢后悔 而是这条路我们在帮偏乡地区的这个环境 还有这些人发生 我刚还特别跟谢星之导演聊到说 我十几年前曾经带着我的女儿 他们小学的时候 然后学校的课业请假 到了玉里的一个乡下的地方 一个小学 偏乡的地区 去跟那些孩子上课上了一个礼拜 因为我先生他们每上公司 然后去到那里去帮孩子 偏乡的孩子做课业辅导 有一段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我跟那个校长聊了天 我说 你们学校很好呢 小朋友下课了都没有回家 校长你还把他们留下来 帮他们做课后辅导 校长语重心长地跟我讲说 而且 这些孩子 到了五六年级 特别是女生长得很好的 你如果不照顾好 很快就没去 会乱跑的没去 不是 有的就被卖掉了 卖掉了就是连到哪里去了 你都不知道 那个校长真了不起 他说 我如果不照顾好 你就不知道这孩子将来命运会是如何 那也因为帮他们做科业辅导 我有感觉到那些孩子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有的很极端 我会看你 然后躲在墙角 或者是他到你身边 假装好像听我讲故事 听一听其中有一个孩子 我真的是忍不防 他在跟我 凑在我身边 坐在我的腿上 然后我在讲故事的时候 我笔着那个童话的手册 他就牵着我的手 我也不觉得怎么样 牵着我的手 直接把我的手指头 用力直接的戳到桌上 好优秀 好痛 我真的肾瘤 好痛 他把我的手直接戳到那个桌上 然后一点也没有闪躲我脸身 就这样看着我 我觉得他想要看我 什么反应 也许前面的人 才晓得给巴了 那我愣住 然后我就说 哎呀我好痛 其实我真的很痛 然后我并没有责备他 我后来是去问了一下 校长孩子的状况 可是他伤害我之后 他是一点都没有 闪躲我的直视的看着我 拍纪录片的导演 请问一下 这是什么场景啊 其实因为 像我们在台湾里碰到很多像这样的小孩子 然后他们其实在成长过程里面有很多的伤 所以他们因为背着这个恐惧背着这样的害怕 然后甚至他用愤怒来反应你 所以你看志工很容易的反应就是啊你这么差我怎么讲的我不听我不管你了 放弃 放弃你 对对对 这是最容易的我对你冷漠就没有我的事 放弃是最简单的 就像夫妻走不下去离婚是最简单的 相处不容易啊 所以你要花多少时间 慢慢让他柔软起来 你要赔多少时间 然后这中间你要忍受多少挫折 忍受他的来来回回 对你的抱怨不满 你要让他伤慢慢的收起来 然后慢慢心柔软起来 对 那你必须得自己来挺坚强的 因为这过程很痛苦 对 我当天没掉眼泪 我老公吓了一跳 但是这个给我寄取了一个 很深刻的教训 那个教训就是 不要用你认为的角度 去看这个孩子 没错 后来我才知道 这孩子真的是 只是阿公阿嬷在带 爸爸妈妈 好像一个在服刑期 一个就已经跑掉了 那你就可以想象 那小孩生下来 真的没人要哭 讲到小孩子生下来 我在如常这部纪录片里面 也看到了那个阿嬷 不好啦 这小孩都出去都没去啦 孙女想要去读书 我感觉你不用啦 你带阿嬷辛苦 逼就好了 要上高中都不给去 这样子 然后他们五个孩子 好像是五个不同的爸爸 三个爸爸 五个小孩三个爸爸 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画面 好我们待会继续 再来聊聊如常这部纪录片 在我们现场的是 谢新智导演 现在听首歌 这是茄子蛋 所演唱的日常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UB最正点 十点二十二分 我是最正点的代班主持人阿娥 好在APP上面 有很多朋友关注到 我们如常这部纪录片 现在已经在全省 已经开始上映了 非常值得大家来去看一下 那到花东跟台东地区 也都有上映这部纪录片 如常 就是一如往常 然后也有些朋友 在APP上面流话了 说阿娥姐 你是有这个花东 把花东讲得那么落后 你最近去的吗 你以片概全 还有下班以后 父母亲带孩子去吃饭 拜托 然后也有朋友很可爱说 这是要透过纪录片来讨论 对 我们就是来讨论 我刚刚讲的景象 是我十几年前的经验 当然跟现在不同 回到如常这部纪录片 在我们现场的是导演谢兴志 也非常欢迎大家 APP上面可以继续有任何 想要跟导演聊天 或者给导演加油打气 都欢迎大家可以流话给我们 那我们就从这个2017年开始 我们就在台东田野调查 去了解在当下这个环境里面 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导演你看到了一些什么 其实台东其实跟台湾所有的偏乡都一样 就年轻人必须到外面工作 这是所有乡村的一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拍摄的是志工的故事 所以就像我们在池上也有一位志工 他平常在没有做这个志工之前 他觉得池上很好啊 很OK啊 不是都很一般吗 因为都非常热闹观光区嘛 等他做了志工以后 你真的走去街头巷尾的时候 你才真的发现 你不可思议耶 居然还有人活得这么的辛苦 你不走进去你不知道的 你要走进去 门打开了以后 你才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这边 不然有时候你常常在自己的生活圈里面走 你都觉得好好的 所以我相信台东这个事情不只在台东 很多的偏向一样是有的 只是说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下去凝视 看看他们怎么了 这样子 我相信其实环境一直在改变 那我们比较遗憾跟难过的是 有一些孩子他们对人生没有办法有一些盼望 或者在偏向有一些孤独的老人 在医疗上面他们有很多的期待 这个部分好像长久以来 那个进步的速度 其实是让我们觉得说 还有一些期待 应该是可以再多一些 但是这部如常的电影 事实上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有一个 每个人都有一个带着希望前进的权利 就像我们讲 今天他在台大读书 当你那镜头带到他在台大校园里面 骑脚踏车的时候 要许我竟然掉眼泪 你没有办法想象说他在花东地区那个乡下的地方 在那个小小的屋子里面 墙壁上都贴着那么多他的奖状 如果不是有人愿意来推他一把 拉他一下 他不可能到台北 当然他未来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 可是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去看到 假如我们现在伸出援手 那个力量的可能是不是可以翻转一些什么呢 其实我很大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台东有很多非常棒的团体都进去了 很多的资源进去 很多的基金会进去了 其实就资源来说很多人都在处理了 可是有没有很多的人愿意花时间 花生命去陪着他 一陪陪十年 这个不容易的 所以像今天的例子 甚至我们在片子里面还有一个太原古中 那像教练本来他当老师的时候 他半年就打算去回到台东市 因为他家里在市区 不然他开车每天要开一个多小时来 当他看到这些小孩子是这样的情况 就像你阿尔姐刚才讲的玉璃的状况 他真的要把小孩子放在身边 他教他的态度生活态度 你不要一出去到高中就开始学坏了 你先把基本的态度养成起来 所以他为了这小孩一呆又呆了十几年去了 哇 好了不起的 所以有时候是你那个陪伴 陪伴不是物资不是资源 是你愿意用你的生命去陪着他长大 那所以像今天这样 他不只是也许基础的资源 其实县政府也有讲觉金难也有什么 可是这些陪伴会让他觉得说 有人关心我 我应该再更好一点的这个信念 对这个不是物资可以换来的 对是这种陪伴这种关怀的心 让他觉得他有被支持到的感觉 陪伴其实是可以复制跟回报的 至少在今天身上我就看到了他跟灰熊阿伯 灰熊厉害 他正叫灰熊 灰熊阿伯破病的时候 人难过 然后今天就来看他 那个 我就在想你那个镜头怎么拍的 我可以看到今天的那个焦虑阿伯生病 又可以看到阿伯那种 害怕今天担心他的身体 然后那个氛围就在那个小小的陡势之间 流转的 千百种的情绪在跑 这是纪录片很了不起的地方 那个镜头就停在那里 让他们自然发挥 其实我们拍的时候也非常紧张 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刚知道 今天有这个好消息 他好让台大录取了 然后灰熊师兄还不知道 我们就带着今天过去 让人告诉他 那可是因为其实在灰熊之间 灰熊师兄之前生病的时候 他不太愿意别人去拜访他了 他不希望打扰别人 人很好 怕有人烦恼 你也不用烦恼我 我好好好 我如果有出来就是我好好好 我如果没有就是我要睡 这样不要把我吊了 对 所以就像这样 今天去的时候 他也不希望让今天担心 他也希望让今天觉得他是好的 所以就是两边 有各有各的为对方着想的部分 真的是最美妙的时候 对 那我其实在如常这部纪录片里面 看到一个我自己迫切比较着急的部分 人都会老 人都会死 那也许人生就这样吧 但是对于一个新生命才开始的时候 也许是一个小孩子 也是一个国中生 高中生 他们的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更多无限的可能 这个部分我会有比较多的盼望 希望说可以多一些机会给他们 那他们就会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担 他们应该有更好的人生 可是那是一步不对 他可能人的方向就走错 就像那个老师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学的是一种态度 不要上到国中高中就变坏 这真的不是只有在花东而已 在现在很多都市里面也有 甚至是毒品的问题 帮派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担心的 你知道现在少子化 怎么还可以让孩子长歪了 是不是导演 可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 非常多的挫折 有时候你陪小孩子陪到国中了 他都还要好好的 但是也许突然他就离家了 你花了很多力 接着请了很多人一起去找 后来才知道 他去跟朋友去跳八家将 跟庙会去了 或者他怎么了 这种故事也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小孩子 能够好好的 他很在意这个关系的 其实是少数的 所以你陪伴对他来说 你如果一定要有好的成果 其实你是做不下去的 你要带着不期盼的心 尽力的去做 三个字办不到 很难啊 很难啊 当然很难啊 每个人努力 我问你嘛 你派如常社部纪录片 你希不希望他可以卖得很好 很多人来看 我觉得卖得好不好 是有一次 但是我认为 其他很多人来看 对我希望 这个是一个礼物 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对他们自己生命是一个礼物 可是大家不去打开这个礼物啊 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啦 就是我尽量的做 做到我会得为止 这样子 其他的就是看 真的是看缘分了 我相信缘分 我还真的是相信缘分 有些时候人生要到20岁才会体会 10岁的时候爸妈跟你讲的那段话 30岁才会体会 高中的时候 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子打你一巴掌 40岁才会回头想想说 哎呀 真讨厌当时踹了围剿那个人 我觉得那个就是要去体会 但回到日常这部纪录片里面 导演其实用了很多方式 在告诉大家陪伴陪伴和陪伴 那也是一种无奈 因为你不会有答案 你也不一定可以看到一个 你想要的结果 你只能够让自己在过程里面 至少尽心尽力 对 可是就像在这么多的挫折里面 也有一些些的互动是不一样的 就像是说 例如说刚才讲到那个阿嬷 不让孙女去读书的 长孙女 后来她去读书了 然后是一车的慈祭志工 从屏东带她去到 从台东带她去屏东去读书 这样 然后这中间 当然因为 因为志工对阿嬷有承诺说 一定会让小孩子不要学坏 所以常常打电话关心 所以在有一次 我还去她学校看她去实习课 这个在片子里面没有 然后我还私底下 因为之前碰面都有志工在旁边 所以我就会私底下问她一下 就是 因为我个人比较怕爸妈唠叨的人 我很讨厌 有人一直对我碎碎念 但是关心 对对对对 碎念是关心 但是关心刚好就好 不要太多 有时候爱也会有压力嘛 也会有压力 所以我就问问她 那你会不会觉得 这种师姐的关心 有什么压力什么的 她说不会啊 很好啊 有人关心 这是她一直想要的 因为她一直以来 很少被关心 对对 你知道在偏乡很多的孩子 很快就要长大 长大要带弟弟妹妹 长大要帮忙做劳务的工作 长大要帮忙阿嬷阿公 还要让阿嬷阿公打胰岛素 还要帮他们打针 回家还要煮饭 你可能在都市里面 很难想象 偏乡里面的再偏乡 这种情形在现在 还是不断如常的发生 需要很早熟的 面对现实的压力 我自己也算一个 比较早熟的孩子 我有老二情节 上面是哥哥 下面是妹妹 我国中的时候 家里开包子馒头店 我都是一大早 就要起床帮忙 六日同学去玩的时候 我就要很早就起床 帮忙揉面团 做馒头做包子 那那时候很怨 也会有点憎恨妈妈 可是长大以后 结了婚以后 我发现 超好的 你叫我煮菜 做饭 擦桌子 整理家务 对我来讲 就跟只是吃了个糖果一样 轻松很easy 可是我在那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办法 觉得那是一个礼物 很久以后才会看到 所以如常这个礼物 需要靠大家去把它拿来 看一下 在哪里呢 各大电影院都有 花东也有 如常这部纪录片 欢迎大家可以来欣赏 先听一首歌 待会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台湾其实是一个宝岛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的担心跟烦恼太多了 来这是奇遇所演唱的一首 《窗外有蓝天》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数位的 POP最正典 10点37分 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场 我是阿娥 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好 Aber上面也有一些朋友 留话给我们 在我们现场的呢 是谢新智导演 是我们如常纪录片 其中的一位导演 另外还有一位陈志安 那今天呢 谢导演来跟我们聊到了 如常这部电影 在花东地区 其实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拍摄的 那也有朋友说 哎呀 其实跟台北的问题一样了 Aber上面很多朋友留话给我们 哎呦 这应该也是原住民朋友 是不是 看起来的样子有点像 为什么我讲原住民口 口音就变不一样 对了 花东确实是有偏乡 是有这样的情况 年轻人都在外地工作 剩下老人小孩 然后不像都市里面 小孩可以去俗府 那因为孩子在偏乡 真的都没有人可以带 很容易走偏 那不要用都市眼光去看偏乡 谢谢导演的用心 哎 可爱呢 他也是玉璃人 哦 哦 好 其实如常这部电影 刚导演特别告诉我说 我们不是只有在琢磨到小孩 或者是老人 或者是什么 因为我刚也提到说 其实在偏乡地区 还有很多的新住民 我好像在纪录片里面 比较没有特别看到 这一块被放大 那谢导演告诉我们 其实 他就要讲一个人的互动 而不是什么人跟什么人而已 是吧 对因为我们最早并没有打算做议题上的设定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片子要来解决什么问题 让大家关心什么 其实我们真正想要关心的是 这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生命之间的陪伴 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而且透过你好像是 我们有时候讲爱啊 关心好像很恶心 啊陪伴啊 这种好像很高调这样子 有位阶这样子 你能了不起 对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 学到最多的是自己 对生命体会最多是自己 因为你常常为人家做 然后人家不一定领情 人家给你热脸贴冷屁股 你怎么去忍受你这样的挫折情绪 这样子 然后你要去提升 你还要不愿意放弃他 你还是要继续做 这里面其实非常考验 个人的智慧 那到最后我们发现 其实这些志工 对生命都有很深的看法 他们很放松 很放得开 可是他又知道 什么东西最最重要 他一定要把握住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故事到最后 我们都会 我们自己拍完的感觉 原来这个是 透过帮助别人 而来帮助自己的故事 它是一个循环 所以他不是一个 啊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我很爱你什么 不是这样子的事 这个是我们一起来追寻 什么是生命最重要的关系 是一起的 他没有慰藉 我们是一起来做 有些人有些苦难 可是在生命陷落的时候 他有时候那个陷落本身 苦难本身 他也是个礼物 他让你看到 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 我仿佛懂这个道理 因为我的女儿 前两年得了血癌 当我知道得了血癌的那一刻 我会觉得怨天尤人的念头 一定是会闪过的 可是我们常年做广播 我很幸运的 经常会碰到很多 很有能力 很有智慧的朋友 包括像导演 还有很多的专家 常常有些话 我们是一点一滴 累积下来的 所以当我的孩子 罹患癌症的那一刻 别人问我说 你有没有难过 我说当然难过 可是我需要处理事情 我不能把时间 留给处理情绪 因为他现在眼前 要做的是治疗 所以聊了八个月 他也完成了 这个疗程之后 很高兴的是 他身上没有癌细胞了 所以小禅痊愈了 然后到那一刻 我跟小禅讲说 我们拿到了一个 包装了很丑的礼物 然后打开以后 才看到它是一个 闪亮的蓝宝石 这是我这一两年 最常跟大家讲的话 就刚好跟 谢星志导演 刚刚讲的那个 如常是一个礼物 没错 你要去打开它 然后那个智慧之语 跟你心里的心念 对你正向的影响 是从哪里来 那是常年累月的 那这份常年累月 让我想到 在如常这部纪录片里面的 灰熊大哥的那个太太 师姐 他个儿好小 我就在小小 他可能比我小小 而且他好瘦 很瘦 三十几公斤 我有吃得多 苦一公斤两公斤 你太散了吧 但镜头里面 他很优雅淡淡的 长期以来捡了很多的石头 然后写了很多的智慧之语 然后只要是 慈悸有活动 他就会去卖这些石头 有人需要他他就去 那在如常纪录片里面 我也看到他淡淡的讲一句话 淡淡的讲一句话 都好有智慧 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 长期的累积是不是 对 像纪录片没有说的 像这位师姐 他刚结婚的时候 其实家里很辛苦 所以他是早上清晨的时候 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是送牛奶 他的工作是送牛奶 送牛奶 对就是我们一般门口 会放个牛奶那样子 他一瓶瓶送然后他三十几公斤 他后面牛奶五十几公斤 我的天啊 所以他从清晨 凌晨一直送到游戏 早上十点这样子 所以你看他这样子 有时候下雨大太阳 一个人这样子 就是分担一点佳气这样子 可是如果今天有事情 就是说吃鸡有事情的时候 他更早他一两点就出去 那个发牛奶 因为大家 要把事情做完了再去走别的事 他六点赶快跟大家会合 再一起出去 对 那他不是一个什么好人家 贵妇啊什么 不是 是他赶快的把他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先做完 再赶快再去做 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这样子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会看到很多很多 你知道他已经 我们觉得他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他还看到更多比他更苦难的人 对 甚至有时候像早期一点的 有时候例如说有一些独居老人在山里面 然后例如说环境很乱啊 然后会漏水啊 他们要帮他筹钱去盖房子 然后帮他洗澡这些事情 然后他只是约一些朋友这样子 一起来家里绑粽子 来义卖 去筹那个钱 是 哇 你就会看到就是说 其实他刚 他刚生活够满足的时候 他没有再想说我要多赚一点 我再买两个房子 他马上想他还可以为别人做什么 那这样持续的看 持续的做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哇 有时候当 那个事情来的时候 你真是有智慧 而且就在你生活当中 因为你看多了 所以你的心就是很轻松 很放松的去面对这些生命的无常 种种的 我觉得常常说 听广播真的很好 广播当中 你就是在谈话聊天当中 听听听 而且在讲一件别人不干 不干你的事情 然后你听听听 你就会烙印在脑海里面 当有一天 考验来临了 就在你眼前了 你真的很难想象 哪一个故事 或者哪一句话 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头 就像我们说 如常是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 他不会天上掉下来到你家 拍摄 这礼物还是要去电影院拿 各位 这个礼物要去电影院拿 那每个人体会都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女儿生病 我打开 我觉得我看到一个蓝宝石 或许谢导演就拿到这礼物 打开看到不一样 而是给你更好的动力 再往前做纪录片 我不知道 每个人状况都不同 可是很妙的是 在纪录片 他的呈现的时候 他没有给你一个特定的答案 跟讲好了 等一下出到门口 可以哪一个 pop radio的什么娃娃 不是 就是每个人得到的会不一样 这是纪录片 让人家很惊艳 他的力道 跟他的影响力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 就我们说故事的人来说 我们最希望就是 他说出了一个故事 但是他没有下价值判断 没有告诉你什么应该 你应该往左边去 或往右边去 他说出一个精彩的故事 同时他跟你生命的经验 开始产生互动了 因为你有你的经历了 所以当你有你的生命经验 也许你是台北人 也许你是别的地方的人 当你看到跟你不同生活的人 他们做这样的行动的时候 你会回头问自己 那我现在生活 有比他们快乐吗 有比他们更多苦难吗 我应该怎么样去对待我自己 跟我的家人的关系 对 也许像阿尔姐 你会想到你自己的生命经验 你更理解那个什么叫做礼物的 这样感受 所以每个 这个纪录片对每个人 就产生不一样的价值跟意义了 那个礼物打开来 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价值是要看你怎么判断 人躺下来就是一张床 吃饭也就是一副碗筷 你要的多少 常常看到有钱人他们那个豪宅好羡慕 其实豪宅里面常常住的是玛丽雅 对不对 好大好大 想说你有这么大的房子 如果大家都在这里是不是也很热闹呢 可是Butter他就是有钱人 那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生命当中不能选择的出生的条件 或者成长的环境 但是有些是可以选择的 知识的累积 还有技能的提升 这些都可能可以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当然偏向还有一些老人家 还有一些独居朋友 他们所碰到的困境 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但我觉得最得意 值得大家来看这个礼物的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进电影来看 那就是美丽的花东风景 好漂亮 我以为纪录片就是老残疾啊 很可怜啊 可是我竟然看到了美景 但我来说说这个美景 我们先来听首歌 这是你安东所演唱的 一切都是因为爱 等一下介绍如常里面的美景 让你听听 继续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是最正点的代班主持人 阿尔姐在现场陪伴大家两个小时 目前服务还可以吗 各位 欢迎大家批评指教 也可以给我们留话 在APP上面有很多朋友的留话 我们看的是会很开心的 你知道这就是做善事跟做好事的 一个方法 好现场在我们聊到如常这部纪录片 那导演谢星志也跟我们聊了很多 在花东地区他看到的一些状况 那我刚特别提到说花东的风景 让我在这部纪录片里面是特别的惊艳 因为我们都觉得好山好水 各位没有很好无聊 是真的我们认为花东是一片净土 在这个净土里面 我们在纪录片里头 也用了很多现在类似空拍的方法 让你看到全貌 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好像是全部 没有哦你很渺小哦 范围拉大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全貌 那我相信你就更难取舍了 因为纪录片有时间限定了 你拍那么多要剪出来 你剪了什么样的画面 跟哪一些漏网之余 值得让大家看看花东之美 花东之美啊 哇那真的太多了 当然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 其实阿娜姐刚刚讲的很好 如果我们视野稍微往后退两步 看一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么棒的山 我在退两步 哦谢导演你很帅 你看一看这么棒的山 这么棒的海 其实是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真的是来过课的 那在过课当中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能决定就是 我们愿不愿意经营自己 跟别人的关系 对就像我们上一段刚才讲的 就是说有时候你说 有钱的人住很好的房子 很好车子 他开心多久 大概三十秒到一分钟吧 可是这个喜悦 这个生成对生命的喜悦 是你自己可以去掌握的 可以去经营出来的 有时候就知道 就说其实生命很短暂 然后我们好好的 善待自己善待别人 那个感觉就会让你自己 觉得很轻松很轻盈这样子 那加上这么好的环境 自然环境 其实你很容易觉得说 我能在这个环境里面 真的是何其有幸 是我们常觉得生活在台湾 有时候在都市里面 生活感觉太焦虑了 你知道忧郁症的很多 对 失眠的时候要吃安眠药的也很多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被很多的事情追着跑 然后人不自觉的就紧绷了 那很奇怪 你看到美丽风景的时候 你有一种自然放松的感觉 放松到你很想就躺在那里了 当话都是这种感受吧 对 其实大自然一直是最疗愈的元素 它很快的让你感觉到 人不是孤独的 人是在这个自然里面的一份子 对 然后你透过五感 比如说味道啊 风啊 阳光啊 这些事情 让你突然跟其他事物连结起来 为什么在都市很容易焦虑 是因为我们常常只有那个目标 我们为了目标花尽力气 然后我们还追求不到 然后我以为我们是孤独的 所以我们就忧郁症了 反而有时候在很好的自然环境里面 我们把那些追求放下来了 我们重新看待生命了 是 没有你想的这么的孤独 其实日常这部纪录片要讲了很多就是陪伴 你以为只有偏向地区的孩子 老人需要陪伴吗 有时候连我们自己的家人都很少有陪伴 没错 可惜了 那那个陪伴有些时候此时无声胜有声 像我妈妈卧病在床三年多了 妻妻也没有办法说话 我就觉得我能跟她说什么呢 说了都也讲不出朵花来给她 有时候就是跟她看电视 然后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 就那个moment 那个陪伴 你说妈妈人生的终点 我可以怎么样呢 我真的不能怎么样 我也知道她很辛苦 她也知道我很辛苦 可是就只能陪伴 那个瞬间我觉得 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就是陪伴 没错 而且在这个陪伴的过程最重要的是 我们会把那个遗憾 是 化成祝福跟感谢 那这个时候我们更知道为什么有这一段关系 那都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很高兴拿到了这份礼物 这份礼物希望送给大家来看如常这部纪录片 它讲到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人跟人之间的陪伴 那我们要谢谢谢心志导演今天陪伴我们 谢谢阿娥姐 谢谢大家 也谢谢阿娥今天陪伴大家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咯 拜拜 拜拜